我们每天都会吃到的酱油是300多年前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台 为了庆祝台湾博物馆建馆101周年 特别举办了台湾酱油产业特展 将古早时候酿造酱油的器具和制成重现 但您看看在地的好味道是怎么酿造出来的 香喷喷的猪脚卤得十足入味令人食指大动 而酱油就是这道好菜少不了的调味猪脚 对我们几乎天天吃到的酱油 除了知道原料是黑豆黄豆之外 您或许不了解它是300年前随正成功来到台湾 而这个好味道当时在家里就能酿造 他们原来是一个挑担子在卖的 而且当初他们几乎把它当作一个家庭的一个制品而已 那很多亲属大概跟他们要这些酱油以后 他也觉得说这个酱油送出鸡以后 大家是不是会晓得说这个是我家让酱出来的 所以他特别就在那个甕上面就贴了一个它的价幸 台湾博物馆建馆101年 特别举办同样是有百年之久的台湾酱油产业特展 把古早时期的老古董摆出来 原料黑豆或者黄豆加小麦蒸煮 加入麒菌和食盐水一起发酵 再经过4到6个月日照熟成就能生成好味道 气候和水质是最重要的条件 有一百年历史台湾最老字号的完装酱油 坚持纯酿造才有好酱油 纯酿造的总是好 这个是一个态度不是说秘诀 中国的酱油有生抽老抽之分 日式酱油重咸 台湾酱油咸度和颜色都适中 在地口味接受度还是最高 台湾酱油市场99%都是台湾自制 即日起到8月底不妨走一趟 体验怀旧的幸福滋味 记者张云金蒋荣祥台北报道